他拿出一瓶12块5的假茅台 赵团长受宠若惊地拿在手里 要知道在当时的年代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酒放进柜子 出手阔绰的男人名叫李小张 是一名被下放到农场的知青 为了和怀有身孕的女友结婚 他想尽快把自己的关系调回城里 可这对于家境停寒的小张来说并非一事 这天在农场劳作时 小张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 这时厂长走过来询问怎么回事 见小张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厂长让他赶紧去城里的医院看看 还批了他十天的探亲家 一进城小张的病就好了 显然他之前的病是庄的 他来到合作社 想要给未来的岳父买瓶茅台 小张搜遍全身发现自己的钱不够 售货员见状把酒又放了回去 他说这酒是尼克松喝的 一般人可喝不起 小张一脸窘迫 他让售货员给他拿瓶一块儿的烧酒 然后又买了一个茅台的空瓶子和一根红蜡烛 就这样一瓶上不了台面的烧酒 被小张制作成了招待外宾的茅台 他兴冲冲地来到女友家里 本以为有了茅台的加持 两人的婚事会很顺利 可岳父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只要小张一天没有调回城里 自己就不会同意他和女儿的婚事 小张失落地准备离开 这时明华从屋里追了出来 他递给小张两个窝窝头 两人约定晚上在剧院门口见面 晚上明华带着茅台找到小张 小张以为岳父喝出是假酒 明华却说父亲压根就没喝 他始终不愿同意两人的婚事 小张听后把酒收进包里 明华哭诉着让他快想想办法 再过一个月他怀孕的事肯定会被人看出来 如果不能尽快结婚 到时候他就会身败名裂 明华还说他身边的同学朋友很多都调回来了 听到这里小张更生气了 他起身抱怨起来 本来前不久就该自己商调的 可最后却被这些有关系的人给挤掉了 明华安慰他不要生气 小张想带明华一起去剧院看戏 可明华却说父亲在家里等他 他不让女儿跟小张在一起多待 看着女友失落离去的背影 小张默默在心里发誓 他一定要尽快把自己的关系商调 这时剧院门口的躁动引起了小张的注意 一群没有买到票的年轻人围在剧院门口 他们想让剧院经理卖一些票给他们 可赵团长却不耐烦地说票卖完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 似乎在等待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 这是一辆汽车停在剧院门口 赵团长急忙跑过去打招呼 原来是孙局长带着女儿一起来看戏 还有位子吗 有 有啊 您来还能没有位子吗 好位子 是第二排 就在他们准备走进剧院时 又一辆汽车赶了过来 孙局长跟着赵团长一起过来打招呼 车上是吴书记的爱人前处长 几人见面就是一阵寒暄 赵团长让他们先进去 自己还要继续等马部长过来 前处长让他不用等了 因为他听说马部长临时出差了 几人的对话被一旁的小张听得一清二楚 因为没有买到门票 小张决定混进剧院看一场免费的表演 他来到附近的一处公共电话亭 然后给剧院打去电话 小张谎称自己是马部长的秘书 马部长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看写 不过他的一位领导的儿子刚好路过 想要进剧院看看里面演的话诀 电话那头的赵团长急忙询问 请问这个高干的儿子姓什么 他是不是马上就来 他马上就到 他姓李 部长交代你在门口接待他一下 接着赵团长来到门口询问 有没有哪一位姓李是从北京来的 从北京来的 这是小张昂首阔步地走了过来 你归姓是 我姓李 北京来的 你父亲就是马部长的领导同志 不会错 马部长叫我来找你 好 好 我已经给你留了位子 是最好的 就这样小张成功混进了剧院 他被赵团长安排在了第一排 这让孙局长和前处长都十分疑惑 他们好奇小张究竟是何身份 怎么会得到赵团长如此特殊的招待 演出结束后赵团长把小张请到办公室 他询问小张此行的目的 小张说自己只是来随便玩玩看看戏 赵团长随即掏出一大堆的戏票送给他 我有几张内部的电影票 美国的 日本的 法国的 通通都给你 那太好了 为了表示感谢 小张把包里的茅台送给了赵团长 这个跟一般的不同 是真正招待尼克森喝的内容 见他出手如此阔绰 赵团长询问他是谁家的公子 你猜不着的 这更加引起赵团长的好奇 几经思索后他恍然大悟 你父亲是李达 你是副总参谱长的儿子 千万不要张扬 我父亲不喜欢我老提他的名字 魔棱两可的态度让赵团长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还说要介绍孙局长和前处长给他认识 本来只是想看一场免费演出的小张 没想到会被赵团长如此热情地招待 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机会解开误会 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 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假身份 帮自己解决关系上调的事情 小张从赵团长的口中得知 前处长的爱人吴书记跟李参谋长是战友 吴书记送你爸爸一盆名贵的仙人掌 很快赵团长就把前处长找了过来 小张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此时的吴书记正在外地开会 所以小张的身份也无从查证 前处长问他叫什么名字 前处长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小张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海东农场学习劳动 已经两年多了 想把关系上调回城里 一旁的孙局长当即把事情硬承下来 海东农场的厂长跟他是战友 这件事应该很快就能办好 前处长问小张住在哪里 得知他住在宾馆后 便让他退掉住在自己家里 老朋友的儿子来了不住我们家 你吴伯伯会生气的 你知不知道宾馆的电话号码 不知道的话叫司机同志去一趟 小张只好硬着头皮随意拨通了一个电话 南湖宾馆吗 不不不 我们这是宾驿馆的值班室啊 我是102房间的李长成啊 哎 你打错了 我们这是宾驿馆 哦 你是老管啊 老管同志 没别的事 今晚我不回来住了 哎 你大概是神经病 嗯 是的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你啊 隔天孙局长就在家里设宴 邀请小张来家里吃饭 赵团长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前往 并带来了那瓶小张送他的茅台 孙局长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他这是想跟李参谋长攀亲戚啊 你们可真厉害啊 脑筋弄得真快 不一会儿小张就到了 他一见面就询问上吊的事 孙局长说自己问过了 现在想上吊的人太多 上面已经下了通知 目前停办这一类的事 除非吴书记亲自批条子 否则这件事还真棘手 吃饭时召团长把女儿介绍给小张 乔红也很是主动 表示对小张很有好感 这时小张突然发现 负责上菜的女孩 竟是自己的女友明华 原来明华和孙局长的女儿是好友 她这次是来帮忙做菜的 本想趁机请孙局长帮忙 把小张调回城里 可谁知小张如此胆大包天 竟敢冒充是参谋长的儿子 这顿饭让小张吃得心惊胆战 她担心明华会将自己的身份 告诉孙局长的女儿 吃完饭她来到厨房找到明华 嘶 你这把我吓死了 你怎么敢 没有什么不敢 我也是误打误撞的 他们都相信 我非装爱却不可 小张让明华不要担心 很快她就能调回城里了 这天在外地开会的吴书记回来了 小张礼貌地和他打起招呼 吴伯伯早 您来的时候 爸爸让我问候你 是不是香烟还抽得那么多 最好少抽点 你从我们家那盒仙人掌 真是民种 到现在还活着 这么多年我都忘了 你忘记了 他都知道 我很佩服你父亲 自从1934年参加 吴伯伯 你记错了 我爸爸是1924年参加 是2024年吗 当然是24年 你记得哪儿去了 面对吴书记的提问 小张回答得滴水不漏 可越是完美越会 引起别人怀疑 吴书记决定给理参谋长 打电话 核实小张的身份 消除自己心中的疑虑 小张急忙说 想出去透透气 他来到门外的公共电话亭 然后给吴书记家打去电话 老吴 你猜我是哪个 我是李大呀 小张用方言和吴书记一顿寒暄 可当电话挂断后 吴书记的脸色却十分难看 这通电话打得太及时了 让他对这一系列的巧合仍有疑虑 另一边小张以为自己获得了吴书记的信愿 他自信满满地来到纺织厂找到明华 说上吊的是很快就能办好 他们一起来到河边 畅想着两人以后的美好生活 这时突然冲出几个陌生人 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张打了一顿 原来这些人是受访制厂厂长儿子的知识 厂长儿子是明华的追求者 因为看不惯小张就找人打了他一顿 吴书记得知此事后觉得对不起曾经的战友 于是在前处长的催促下帮小张劈了条子 最后农场厂长帮小张办理了调令 明华激动地和小张抱在一起 明天那个首长儿子回北京 李小张就复活了 小张收拾行李准备结束探亲假 前处长把他带来的茅台又送给了他 这瓶假酒兜兜转转再次回到小张手中 似乎也在预示他的假身份终将被拆穿 就在小张准备告别前处长离开时 吴书记却带着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北京的李参谋长 吴书记 有 别不如 请你们离开一哈子 我要单独跟他说几句话 他问小张为什么要冒充自己的儿子 事已至此小张也没什么要隐瞒的 他说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想上吊 他本来只是想看一场话剧 可当人们知道他是参谋长的儿子时 却开始纷纷巴结给他方便 这才让他萌生了为自己上吊的想法 小张明白冒充别人招摇撞天是违法的 他希望最后能再去看场话剧表演 演出结束后他被士兵押了出去 赵团长急忙问他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押送途中那瓶假茅台从小张包中滑落 正如被谎言包装的他一样被无情戳破 最终小张被送进了大牢 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活 小张的下场为那些抄小路走接近 不肯脚踏实地的人敲响警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